字幕提供 阿倫今天帶你來餐廳 好像你這樣 怎樣呢 多功能 又回到做食通街 又做財經 白包無畏約身 我告訴你這間餐廳還有跟我一樣的特色 什麼特色 多肉 多肉 我都多肉 那對 所以跟你一起吃 好美味嗎 吞完了嗎 這樣也被你發現 偷吃 看著偷吃 不是 因為 全部出來之後 真的太香了 都因不住 沒有理由 熟的時候 熱的時候 沒有理由不吃它 先試一下味道 昨天的餐廳 我真的偷吃了 太吸引了 所有東西都這麼大 全部都是肉類 我們真的吃肉獸 我們那些是 經過導演說 因為全部都是肉類 所以我們先吃意粉 即是淡味開始 不是淡味 其實它是很濃味 因為它是黑松露意粉 你知道黑松露一定是濃味 還有這是最受歡迎的意粉 每個人來都會試這個意粉 廚師很囂張 你都沒理由不吃這個 每個人都要先吃這個 通關密碼 有什麼分別 跟外面有什麼帶子的意粉 其實沒有分別 它說不是 這裡用一些菇 很特別的 就是用一些蟹爪菇 所以它說 其實很少人用蟹爪菇 做黑松露意粉 因為蟹爪菇的比例 不是那麼高 譬如我們平日買菇 多數都是瘦真菇 雞腿菇之類 這樣就會在超級市場 或者街市最容易見到 這個蟹爪菇 它就是一棵裡面很多小小的 生出來 灰色頂的蟹爪菇 它的味道比較特別 而且留意這隻意粉 是我們平日的扁意粉 扁意粉 其實它的掛面是特別闊 所以它說這些味道特別濃 剛剛所說 我看到每一條 我看到阿布吃的 它每一條 都是掛著剛剛所說的菇菇 菇的味道 還有一些黑松露的味道 而且剛剛切開這塊帶子 它是不同我們外面做的法 通常我們煮帶子 不如用牛油去煎它 但唐學官說 它首先將牛油處理了 將牛奶割走它 即是它分離了兩層 還用一種叫牛油清 這樣用來煮這個帶子 因為如果用普通的牛油 可能它的味道太搶 會感到鮮味 但如果用這個方法 可以保存到 即是那種香味 可以保存到帶子的鮮味 還有 黑松露醬真的很好吃 因為它是自己特調 而且它所有的醬汁 都說 我不會告訴你 究竟它的方法是怎樣 對 資訊這麼少 我自己吃出來說 帶子真的很大牙 這是真的 沒有麻煩 真的一點都不韌 好 事不宜遲 我們開始吃肉類 好嗎? 你不要再享受 先吃三文魚 好嗎? 好 這個三文魚有來頭 它的名字 雖然它很西式 但它叫做日式煎三文魚 普通的日式煎三文魚 相信大家都吃得多 但煎三文魚配香橙 大家有吃過嗎? 香橙的清爽 配上三文魚的鮮味 再加上特製的芥末醬汁 真是鮮上加鮮 令人一視難忘 因為它是用日式的做法 中間的芯還是生的 粉紅粉紅 脆節的芯 而且它外面的醬汁 是用日式的 我們吃壽司 吃魚生 那些的豉油 再加滑三便 這樣做 我給大家看看 它裡面真的很滑 給你先 謝謝 我以為它是慢煮的方式 但感覺上 它不是只要煎 只要煎一煎 外面是焦焦的 裡面是焦焦的 裡面是焦焦的 你拿著燈來 讓它塗一點醬汁給你吃 好 你試了原味 我再塗一點醬汁 因為它的醬汁也有特別 它應該是日式豉油 它吃了嗎? 你說叫我吃了再給我醬汁嗎? 我叫你先吃一口 一口 這樣嗎? 我覺得你好像欺騙我 再切一塊給你 不是 因為它的醬汁剛剛吃了少許 我已經 拉邊吃了 那不用吃了 因為它的醬汁是有少許的 芥末在裡面 那豈不是不用吃嗎? 當然要 因為 因為很好吃 不是很好吃 它的醬汁是用 剛才你說的 就是我們平常吃魚生 吃壽司 那些芥末豉油 所以它加了少許的芥末 所以它說 醬汁再加上三文魚 真的很配合 還有它的特點 我發現其實這塊橙在旁邊 知道為什麼嗎? 它不是裝飾那麼簡單 是嗎? 廚師沒有辦法 教你 其實橙是跟三文魚很配合 所以它說 吃的時候最好就是 一片橙 再配些三文魚 它說這樣是最配合的 我真的沒有試過 用橙來配三文魚 是沒有那麼膩的 因為三文魚 其實吃進口的油分是比較重的 脂肪多一點 如果加上橙的話 它那種酸酸甜甜的感覺 就是去油來的感覺 而且它覺得橙 其實我覺得 不會說酸味很重 甜味也不太重 純粹有一種橙的味道 這個是蠻特別的 尤其是它裡面是生的 但是有些不吃生的朋友 其實都可以接受這個 因為它其實是介乎於生熟的中間 對 所以我覺得真的蠻好吃 喜歡吃生的也可以 喜歡吃熟的也可以 而且它的薯泥很實在 快點吧 我在看這個 好呢 吃個羊扒 這個叫招牌 羊架 叫招牌當然就不是那麼簡單 廚師首先用它們秘製的醬汁 去醃一醃羊架 披走那陣酥味 再拿去燒 燒到焦脆的表皮 將羊架的肉汁和香味鎖住在裡面 之後再在外層塗上一層芥末醬 然後再包裹一層口口的開心果碎外層 最後還要焗一次才正式完成 一道這麼繁複的菜式 一個這麼別致的賣相 真是令人流口水 我不客氣了 這個肉口 我覺得是 和我認知的開心果不同 因為我本身覺得開心果的味道 是有一種很強烈脫屎的感覺 但它不是 反而有少許鹽 有少許香口 不知道怎樣說 真的好像炸的那種脆口的感覺 但其實它羊的酥味差不多沒有了 它反而是吃到羊味但沒有酥味 你覺得嗎 嗯 可能跟它的葉汁 又不肯說葉汁 對 葉汁就可以去掉所有的酥味 真的很討厭廚師 有秘方跟別人說 而且我吃羊架 很怕它太生 要不太熟 熟到是韌的那種 但它不會溶 真的好吃 但開始吃肉了 油份可以多一點 再吃一口 再吃一口 我先吃一口 這樣嗎 對面美食節目 最真是這些 明明已經過了那道菜 幾個月吃到這裡 有沒有搞錯 真的很好吃 沒有辦法 我們吃這個 這個也是這裡的主打 就是這個慢煮牛腊骨 嘩 我知道 我打算切給你 太大塊了 你要自己切嗎 當然 就是這樣 我知道這裡的慢煮牛腊骨 其實它用了60度 65到70度 然後煮了24小時 嗯 其實真的煮很久 然後我就跟他說 為何煮那麼久 我問他 為何煮那麼久 你吃一下就知道 然後我 為什麼要這樣 你吃完之後就覺得怎樣 從這個時間上 我真的猜測不到 為何要煮那麼久 不過的確 是比外面吃的 牛腊骨 要不然煮那麼久就會變化 它是煲完湯 是的 但它不是變化 你吃得到牛腊骨的味道很濃 在裡面 還有醬油 對 鎖住在裡面 我們通常吃 有時說慢煮 即是時間 和火候 控制得不好的話 真的會變成 好像一絲絲 一絲絲的肉絲 出來了 但它呢 首先它還有少許 這塊這麼漂亮 對 還有少許粉紅的筋位 而且它還是有肉的纖維 嗯 我看到幾次 所以它的口感 咬口 是非常之好 而且它慢煮的時候 它又是放了自己獨家的味道 其實它是甜味的 因為這個牛沒有其他那麼複雜 這個就簡單一點 因為始終都是吃牛的味 就是一些基本的調味 然後再煮這樣 好 那這個時候 我要吃一口 比較淡味的薯泥 通常 半碟的薯泥 我是不會吃的 因為很重的牛油味 但這裡又不怕 嗯 而且我吃過很實在 我剛剛偷吃的 好 最後 這個就是 安格斯的肉眼扒 它也是 它說 吃漂亮的牛的話 其實不需要這麼多調味料 煎之前加些可鹽 加少許黑椒 那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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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最重要是 控制火候 控制時間 和經驗 這塊牛扒 厚寬一點的話 時間也不一樣 所以坊間就說 一邊煎一分鐘 另一邊煎一半分鐘 是OK的 但也要看牛的厚度 油脂的分布 所以看廚師經驗 嗯 其實我覺得這間餐廳 挺特別的 最近有很多餐廳 可以吃蠔 又有扒 又可以喝小酒 聊天 這間就滿足了 怎樣 你叫我翻車 這麼多次碟 都知道好吃 哈哈 好吧 肉我就著力吃 你就是主公這個 好嗎 好吧 我們不跟你聊 先吃東西 先吃東西